对于学习摄影的朋友来说 曝光三要素大家再也了解不过了 光圈快门感光度 那么我们这个闪光灯摄影 除了这三要素之外还多了三样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闪光灯功率 以及闪光灯到主体的距离 和我们闪光灯附件 对于我们主体的一个相对面积大小 那我总结为闪光灯摄影六要素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光圈和快门 这两件事是没有办法拆分开的 因为它是相辅相成的 在我们自然光摄影里 光圈决定了我们一个通光量的大小 那么快门是我们通光的一个时间的长短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自然光的一个控制 而闪光灯里面老扎说那句话 光圈控制闪光灯 是因为闪光灯是一个非常快的 一个顺时的爆发 也就是说它在一个非常短 几百分之一秒或者几千分之一秒之内 把它这个所有的功率一下释放出来 也就是说它跟我们的这个快门时间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快门时间可能会开的很长 几百分之一秒或者几十分之一秒 或者甚至说几一秒的快门 但是我们闪光灯真正释放的时候 它可能是几千分之一秒 或者上万分之一秒 但是最慢的最长的闪光灯释放 也是大概在两百多分之一秒 这个时间 所以针对于光圈快门速度来说 闪光灯的这个释放的时间 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老扎说了这么一句 这个光圈控制闪光灯 那么快门速度呢 其实它控制是一个环境光 或者说我们的长量这种光源的一个 进光时间的长短 它对于这个闪光灯的一个进光量 没有太大的影响 光圈快门说完了 我们再说一下感光度 感光度是在你无论使用任何光源 自然光源 人造光源 闪光光源 等等等等 任何光源的情况下 你对照片的一个 这叫抵制的 或者是本质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底子 那么大家也经常会听到一些老的摄影朋友会讲 感光度能用低不用高 这个一点毛病没有 因为感光度决定了你的画质的细腻程度 感光度越低 你照片整体拍片出来的画质越细腻 那么感光度越高 你的画面可能会越粗糙 然后噪点越明显 当然现在的相机也是技术越来越先进 那么1600、3200的感光度 基本上看不出来噪点 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实际上它有很多 它里面包含了一些机内的优化 一些涂抹 所以还是那句话 能用低不用高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后三项 就是我说的这个闪光灯功率 以及闪光灯到主体的距离 和闪光灯和主体的一个附件的相对面积大小 功率没什么好说的 调大调小 也说决定了它的出光量的一个大小 和曝光值的一个大小 那么距离有什么说法呢 也就是说 作为闪光灯 或者作为我们常亮灯 无论是任何这种光源 包括我们的太阳 但是我们太阳 因为距离我们太远 我们没有办法调整它 就是所有这种 我们可控的光源来说 当这个光源距离你越近的时候 它的亮度保持不变 距离你越近的时候 你所接收到的这个实际有效的曝光值 曝光亮度越高 当这个光源离你越远的时候 你所接收到的实际有效的曝光值越低 也就是说相对于我们的主体 光源越近 主体越亮 光源越远 主体越暗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相对面积大小 跟我们说的距离 有一些类似的比较方法 当我们这个灯装上副件以后 或者说我们的光源 离我们这个主体越近的时候 那么这个副件或者这个灯 相对于我们主体的面积越大 相对面积大的时候 我们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柔和的光线 也就是说阴影过度特别均匀 或者是阴影特别淡 当我们的光源离我们主体越远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相对面积会变小 那么相对于我们主体 我们这个副件会越变越小 这个光源越变越小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主体上得到了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阴影过度会非常的锋利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阴光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内容形式 我们的内容又对您有那么 一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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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的帮助 那么欢迎您关注转发 点赞收藏投币 以任何形式 以各种不影响您正常生活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一下 因为只要您的支持 才是我们建制下去的斗力 因为分享所有人家 我是老赞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